朋友们再次提醒FaceTime的电话一定不要去接啊 在用苹果手机的朋友FaceTime的电话一定不要去接 浙江的一位大爷就被骗了2000多万 而且这是发生在上个星期的事情 用苹果手机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 这位大爷是浙江同乡的 遭遇了这场电信诈骗 他以为只被骗了几千块 结果警方介入了以后 发现涉案金额高达几千万 我的个妈呀 在这里我就好奇 浙江那边的人都这么有钱的吗 随随便便一位大爷就被骗了接近2000万 这是怎么做到的呀 幸运的是在警银联动下 即使也是采取了相关的行动 才对李大爷的银行卡实施了全量的保护性指付 成功拦截了70万元已经转出的资金 然后把他2470多万元的存款 做到了全量的拦截 这一不小心就被骗了2400多万呀 我的个妈呀 3月23日的下午也就是上个周末 李大伯在午睡的时候接到了一个自称是工商银行 北京总行工作人员的电话 对方告诉他购买的资金保险一年免费试用期已到 这和我们之前讲过的一期那个什么支付宝微信的百万百万保障一样的 就是会有你说你买的什么免费保险什么已经到期呀 然后之类的一些话语来坑你的嘛 然后就是需要缴纳24000元才能够继续使用 尽管李大伯当时否认自己买过此类保险 但是对方坚称是之前误操作导致的 并表示当天可以免费办理退保手续 但需要验证他的名下的银行卡的所有资金 李大伯在对方的引导下 也是开启了FaceTime的屏幕共享功能 好了 这一下你的人脸还有你的屏幕都被对方 像之前我们用到的QQ那个远程操控一样 就把你的手机进行远程操控了 然后还有你的人脸 按照对方的要求输入了银行卡号密码和验证码 我的妈呀 你这一下你又不就上套了吗 实是 这就是给人家操作资金转移进行了 提供了有力的调教呀 这个怎么说呢 真是不长记性啊 当时在做这一步动作的时候 李大伯还是一点反应没有 他的老伴察觉到了异常 给他的孩子打了电话 然后李先生才报警 警方也是很快就出警了 到了大伯的家里给他说 反正李大伯也是非常的语无伦次吧 声称自己的几三万存款可能已经丢失 警方也是查看了李大伯的手机银行APP 发现有一笔一百多万的转账记录 但李大伯无误以为所有的钱都被骗走了 警方也是立马启动了警银联动机制 对李大伯的银行卡进行保护性支付 紧急拦极了70多万已经转出去的资金 由于反应迅速 他银行卡里面2470万的余额得以保全 其实警方做的也是相当给力的 不然的话 这李大伯那估计只有跳楼的份了 2400多万 哇这笔金额真是相当的大呀 在这里还是提醒各位 在用苹果手机的朋友 那个FaceTime的通话 能关就都关了吧 一点 一点正常的 就是能用的价值都没有 开始他干嘛 这骗子只要知道你的手机号 什么邮箱号 都可以通过FaceTime给你通话 然后把你的人连信息给你盗走之后 就可以进行进一步的诈骗 所以说呢 我们要做的首先就是 把FaceTime的通话权限给关上 陌生电话不要去接 警方上当受骗 对于李大伯受骗的这个案件 大家有什么看法 也欢迎在留言区留言讨论 我是武汉密探小童哥 感谢大家的收看